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地方 低于海平面150多 五六十米 所以我们现在往外走 就一直在爬坡 而且前面还有一座山 所以从现在开始就一直在上坡 不过上坡虽然辛苦 但是好的一点就是 我们能走出盆地 就会凉快很多 不会像在吐鲁范那么炎热了 所以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东西 我们要一直向前走 走十几二十公里的缓上坡 然后就到山根底下了 就开始正式的上陡峭的坡了 这条路的车还挺多的 我们现在在山脚下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服务区 在这休息一会儿 然后一会儿再出发 就准备正式翻山了 现在已经到山底下了 我们现在正式进入干沟路段了 这个公路一直沿着河谷在走 现在还没有太大的上坡 估计再往前走个二十公里 才能会有大的上坡 因为这条路山路弯多 所以这个小车限速六十 大车限速四十 所以呢 其实这条路上的车速都很慢 然后骑起来 其实不会感觉特别危险 它这个路变窄了之后 每过几公里 有一个停车休息区还挺好 不然这个窄路好难休息 山谷里边还有一条小溪流 等到了夏天 估计水会更多一点 现在我们上到半山腰 坡度渐渐变大了 这个卡车上的都挺费劲的 你看那个声音慢慢慢慢的 然后现在太阳也升高了 温度也升高了 这个河谷里的绿植也没了 休息一会儿 当年这个玄奘法师西天取经的时候 离开高昌国去烟骑国 也就是离开今天的吐鲁藩地区 往烟骑走 也是从这个山脉的某一条山谷穿过去的 他当时在这个 他的邮寄当中记载说 在这个山谷里边经常能遇见强盗 陆匪 所以他们当时呢 遇见一个商队 那个商队没有和他们的队伍一起走 所以在第二天的时候 玄奘他们发现这个商队全被劫匪给杀光了 尸骨就暴露在这个山谷当中 而且玄奘他们的队伍也遇到了一会儿劫匪 但是好在把他这个钱财给了他们之后呢 这个劫匪因为分赃不拘 起了那个后 就一哄而散了 没有伤及他们的性命 但是你现在走在这个山谷当中 虽然没有了盗匪 马匪 但是这个上坡路还是对骑行者来讲 还是有的一受 我们在路上遇见一波修路队的哥们们 在这休息了一会儿 在这聊一会儿天 我们在这休息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 这个坡他们告诉我们还有20公里才到坡顶上 所以慢慢走吧 行谢谢你们啊 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 好下游 拜拜 你们工作也注意安全 好 谢谢啊 现在海拔上升到700米吧 还有还得上升1000米好像 现在温度也越来越高 有点热 主要这条路车也多货车多 然后因为山路不好修 它这个高速已经分成两条了 那一条反向的高速在山的另外一边 现在就剩一条单向的道路 在这休一会儿吧 把车贴到旁边 咱俩上那个牌子的音量的地方休一会儿 现在这个坡度越来越大 温度越来越高 所以骑一两公里就得停一下 哎好热 流了超多哈 现在太阳升高到一天当中最高的点了 所以这个山谷当中阴量很少 我们只能找这种路边上这个悬崖的地方 稍微那么有那么点阴量 在这里休息会儿 虽然这的温度不高 但是也不想在太阳底下晒 再往前十二三公里应该就到顶了 累不累 还可以啊 光涂涂的什么都没有 现在中午了车也少点的 就早晨车最多 靠我们身上这个排汗排出来的这个颜碱 黑的套袖都编上白的了 短裤上也是 包上面也是 不知道出了多少汗 不知道出了几升的汗 我感觉一升汗应该是有的 看着平平的 骑下就有飞机 看着路平平的 一直在上坡 从早上出来到现在都快50公里的上坡了 真的是 我一开始我还和老王说 我说这个坡也不抖啊 没有想象的抖啊 但是骑下来也是挺要命的 因为它距离太长了 海拔拉到一千八亿 对啊 托克逊的海拔都接近零 中国最低的点在托鲁范 托克逊 那个 爱丁湖那个位置 负是负100 对 爱丁湖 湖心的位置是负100多 然后 当地老仙说这个山的崖口最高海拔是1800米的海拔 就是崖口的海拔 还不是山峰的海拔 所以我们相当于今天要上升1800米 看这个路平平的 它一直在上 上了50公里了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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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刚才看那个小货车像是拉瓜的车 然后他在路边休息 我们就冒昧的过去打扰了一下 说您这个车是拉的瓜吗 他说拉的是甜瓜 我们说能卖给我们两个吗 结果人家说车绑得太紧不好拆 后来我们看也是 然后人家整得挺不好意思 人家说给我们一人一瓶水 给我们整得挺不好意思 后来打扰人家休息 人家就开车走了 要是能在这来一口西瓜都好 我们都数不清这是第几次在阴凉地方休息了 反正就是走个两公里就得停着歇一会儿 走个两公里停着就得歇一会儿 到下坡的地方在地图上目测还有七公里八公里吧 太热了 其实在阴凉的地方小风吹得很凉快 因为它毕竟海拔深够 现在将近一千米 哎呦我和老王 我们俩刚才 我们俩刚才就坐在那休息 看见我们了吗 我们那坐在那想休息 就因为这路上拉好多刮的车嘛 我们就想来一辆买个刮 结果一个停的都没有 好谢谢 我帮你等会儿我帮你这样弄一下 没事没事 哎呦我的妈啊 哎呦好谢谢 这是啥也买不到 吃一口刮吧 哎呦想了一路刮了我俩 你们去哪里啊 我都说何近了 哦也不远了 快了 嗯 太好吃了 在这吃瓜 正宗的那个 正宗的吐鲁番哈米瓜 我们刚才有一个卖瓜的那个拉瓜的车 在路上停着睡觉 后来我们说你这瓜卖不卖卖 我们两个 后来他说这个瓜都包起来 拿不出来 后来没办法 看我们刚才一路想着拦车买瓜买不到 刚刚往前一走人家就遇到三个南方人在这吃瓜 我估计人家边休息边等我们呢 看见我们了 然后我一走过来他就说哎停下来吃个瓜 就吃到哈米瓜了 哈哈哈 还说车里还有一半西瓜要给我们 我们没好意思要 哈哈哈 哎呀 这个瓜好吃吧 这个哈米瓜正宗的新疆哈米瓜 吃好吃啊 糖分很足 你看手黏黏的 嗯 哎这会感觉怎么样 吃上 像厌绝地过瘾了 刚才在路上我看见有一半瓜扣在地上 我说老王你看那西瓜 老王还想去捡 结果我说那个可就被人吃过扔了的 结果他一看被人吃过了 哈哈哈 哎呀 就是太想瓜了 因为这个喝了一肚子水吧 那个肚子里都没味道了 然后嘴里也没味道 所以喝多少水感觉也不得劲 就是吃个甜的东西还好受一点 嘴里还能有点味道 感觉那个味都被水给洗的都不剩东西了 哎呦 我们周一在路上遇见卖瓜的了 你吃你吃你吃你喝你喝 哈哈哈 好那我们就不管你们了啊 当然不行 哎 往他做往他做 没事没事 往他做 哎呦 终于 买到瓜吃了 这个瓜好吃 好甜 我跟你说 嗯 买瓜卖逗便宜 嗯 对 逗便宜你卖不出好瓜 对 这瓜好吃 你就给吐鲁饭带便宜 咱们在那个吐鲁饭买那个十来块钱瓜不如这个啊 十来块钱吗 吃了两个瓜感觉马上就不渴了哈 哎呀太舒服太舒服了 这个大瓜真好 嗯 来这边 我们就只想想瓜想了一路了 哈哈哈 刚才刚才仍然有几个人坐在路边吃吃那个哈米瓜来 对 叫我们下来吃了两个瓜 对 好谢谢 卖瓜的师傅也走了 我们两个人造了一半大西瓜 吃的真爽 在这再坐一会儿准备下坡了 这块正好是坡顶 然后就看到这卖瓜的在这停了就赶紧过来买的瓜 这瓜真好吃 比我们之前在吐鲁饭在瓜州吃的瓜都好吃 又大又甜 哎呦 然后歇一会儿 一会儿准备下坡到库米石了 今天完美收官呐这书院 还剩了一半大瓜绑在这带到库米石晚上吃 终于看到下坡了 你能想象吗 从早上八点多出来 上到现在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半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我们开始走 十一个多小时 爬了一天的坡 五十多公里的上坡 五十多公里的上坡 从海拔最低的托克逊 一直上升了 现在的海拔 一千七百三十九米 上升了一千七百米 现在终于要下坡了 还要三十一公里到库米石 最惨的一天 最累的一天 比我们俩在隔壁滩里 所以跋车两天到三天都要累 我们现在下坡下到一半 爬上这个山头来看 这就我们今天翻山 这个山的南坡 光秃秃的 特别像我们去年夏天去的那个孟河延庆里面 老王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你看你看 这不是狼的粪便吗 哦 狼是白的 这就是狼的粪便 狼是白的 我们在路边发现了狼的粪便 天白灰色的 这个地方当地人就跟我们说 这个干沟里边有狼 但是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碰到 但是看到狼的粪便 说不定它就离这个应该不是很远 所以天黑下来的话 它应该就出来活动了 天黑下来温度降低了 它应该就出来觅食了 所以我们还是得抓紧走出来这个山沟 还得十来公里呢走出这个山 走吧 我们终于在太阳完全落下山以前 到达了库比什镇 库比什镇就在前方一公里处 现在准备下了这个土 土河高速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大吃一顿 好好睡一觉 现在的时间都已经九点半了 然后呢 明天明天也许还会在镇子上住一点 休息一点 今天实在太累了 但是也不确定啊 明天起来再说吧 哎呀 不想那么多了 所以到镇子上好好推一顿 这才是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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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